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收购移动网络 澳洲政府将帮助支付相关收购款项 而这些网络目前有总部位在亚马里加的Digisale拥有的 报导指出先前中国央企有意收购Digisale 引起澳洲内阁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关注 澳洲政府担心如果Digisale所掌握的网络业务落入中国政府手里 中国就可以监控澳洲 并且可以取得包含八纽 斐济 东家 万纳杜 萨摩亚等国家的敏感资讯 甚至可以扰乱相关国家的运作 因此澳洲政府决定向澳洲电讯业龙头 澳洲电讯公司跟其他大型企业招手 试图动员澳洲企业参与进购跨航通讯企业Digisale的行列 由于疫情打击太平洋观光地区 连带拖累Digisale的手机国际漫游服务领域 同时疫情冲击太平洋地区的经济 当地民众在手机储职的消费方面也连带萎缩 澳洲金融评论报分析 随着澳洲跟中国关系的恶化 澳洲基于国安理由鼓励死人企业进购Digisale的消息 可能会使得该间公司的股东受惠 澳洲贸易部长上个月也宣布一项新的立法 对澳洲出口的信贷机构授予新的权利 可以为服务该国国家利益的交易提供资金 不过这项立法目前尚未安排在进行国会辩论 而上述投资有望成为该立法宣布之后的第一笔交易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日前批评 中国未能分享新冠病毒溯源第一阶段调查所需要的原始数据 敦促中国对第二阶段调查给予更多配合 并且增加透明度 同时宣布要在派遣专家组前往中国 展开第二阶段的新冠病毒溯源调查 其中就会包含武汉病毒研究所 以及华南海鲜市场 而尽管先起因为呼吁对新冠病毒 展开独立调查 引起中国祭出一系列报复举措 澳洲总理莫尼森依旧表示 澳洲政府将会持续争取贯彻调查疫情起源 澳洲新闻通讯社报导 尽管中国阻挠国际社会调查疫情起源 但是澳洲总理莫尼森表示 澳洲政府将会坚持让疫情调查灌彻到底 莫尼森说澳洲政府提倡独立调查的举动 并不涉及政治动机 而是因为疫情破坏了全球 数以百万计民众的生活 全世界都需要并且有权力了解事情真相 澳洲政府将会持续争取调查实情 莫尼森并没有透露他对疫情来源的看法 而对于疫情是否源自武汉实验室的问题 他也表示目前还不够了解 因此无法推断 不过澳洲新闻通讯社表示 已经有多位国际顶尖科学家公开指出 有重大证据显示 新冠病毒是源自武汉实验室 世界卫生组织在上个礼拜五举行闭门会议时 总干事谭德赛也表示 新冠病毒溯源调查的第二阶段 应该更深入调查武汉实验室 以及最新传出疫情的华南海鲜市场 坦德赛表示 世卫组织需要获得新冠大流行之前 跟原始病剧的数据 他补充表示 在第一次调查期间 中国方面没有跟世卫组织团队分享这些数据 坦德赛坦承先前是为中国考察组否认 实验室泄漏病毒的结论是过早推断 目前还无法排除实验室发生事故的可能性 他呼吁中国方面提供武汉实验室的明确信息 新冠疫情目前已经造成全球400多万个人死亡 世卫组织面对的压力越来越大 国际社会呼吁进一步的病毒溯源调查 而新冠疫情在2019年底首次在武汉出现 直到一年多之后的今年1月 世卫专家才派出独立调查团队 去中国协助调查疫情起源 而调查团队在3月下旬发布的一份报告 但是该调查却因为缺乏透明度 跟讯息提供渠道 以及没有对实验室泄漏进行更深入的评估 而饱受批评 不过对于国际社会的声音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坚持表示 中国注意到谭德塞跟世卫组织秘书处 提出的溯源计划草案 中方专家正在对此进行研究 不过周立坚强调 溯源是科学问题 不应该政治化 由美国澳洲主导的七国联合军演 护身军刀在本月14号到31号 在澳洲东北部昆士兰州外海举行 美军出动两栖攻击舰美利坚号 圣安东尼澳籍 两栖船屋运输号 纽澳梁等多艘舰艇 组成第七远征打击群 跟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的海军 进行多边军事演习 同时中国也派出两艘情报舰 收集舰前往澳洲 这也是史上第一次 中国有两艘电针船 在护身军道演习期间出现 众团媒体报道 这场两年一次的军演 包含部队后勤准备 两栖登陆、地面部队机动 现代化作战、空战以及海上作战等 为了因应印太地区安全问题 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纽西兰 韩国跟英国 共有1.7万名官兵加入 印度、印尼、法国跟德国 则派出代表团观摩演习 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部 公布多组照片 前是美利坚号、纽澳2号 跟两艘日本海上自卫舰 大鱼级坦克登陆舰 混合编队进行双边演习 而太平洋舰队也揭露 美军舰队搭载第31海军陆战队 远征队 从出动的舰艇种类跟军种兵力来看 不能看出出征将以进行夺岛 登陆作战为主的军事演习 不过澳洲国防部长杜登 发布声明证实 在今年护身军刀跨国军演期间 澳洲军方发现 中国派出两艘情报收集舰 前往澳洲 中国先是在上个礼拜派出海王信号 周末又派出天王信号 跟外界相信 这两艘中国情报收集舰 是要密切监视 促身军刀跨国军演 而这也是第一次发现有两艘中国情报舰 BGIN监控 不过目前为止 这两艘中国情报收集舰的活动范围 遵属于合法行为 澳洲国防部将持续监视之中 护身军演由多国演习 在本年14号到31号 在澳洲昆士兰中部跟东北 以及东部沿海海域进行演习 共有11个国家参与 大概17000个兵力 而今年还加入英国、日本、韩国、新西兰以及加拿大 自从去年7月 澳洲主张调查疫情起源 引起中国不满 并且针对一系列澳洲长聘 进行经济报复 双方关系就不断恶化 而如今政策已经蔓延至太平洋岛国 特别是巴布亚、牛、几内亚 澳洲正在努力在太平洋岛国 抗衡中国的疫苗外交 综合媒体报导 巴布亚、几内亚拥有700万个人口 在去年新运挺过疫情肆虐 但是在今年2月份却突然飙升 3月的时候每天新增数百例的确诊病例 目前确诊病例已经超过17000例 死亡179例 当时巴牛病例在今年2月份开始飙升时 中国当局很快就宣布将赠予疫苗 不过当时因为中国国药疫苗尚未获得示威批准 中国以一行提供巴牛相关试验数据 不过巴牛直到今年5月才批准该疫苗 巴牛当局表示 这是因为他们希望在开放接种中国国药疫苗之前 该疫苗可以先获得世卫组织的批准 而在这段期间 澳洲也宣布赠送8000万剂的AD疫苗给巴牛 今年5月澳洲又加码赠送巴牛1万剂的AD 同时4月巴牛也从COVID取得13.2万剂的AD 新西兰则是在6月卷赠14.6万剂 其实巴牛延迟批准中国疫苗本来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却被中国拿来大作文章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通批 澳大利亚暗中介入以操控巴牛当地政策 破坏太平洋岛国跟中国的疫苗合作 不过澳洲国际发展部长赛希利亚指出 早在新冠疫情疫情发生之前 澳大利亚并一直为巴牛提供医疗保健专业知识 强调澳洲对太平洋地区的承诺是长期而见全面的 澳洲太平洋事务部长赛索加也正面回击 澳洲将支持巴牛做出主权决定 表示澳洲在疫情期间派遣卫生组织专家 潜赴巴牛强化当地政府系统 并且提供前线跟后勤支援 但是并没有针对中国疫苗的效力给出建议 这项疫苗外交战也凸显出太平洋岛国的战略重要性 太平洋地区共有14个岛国跟领土 人口大概1000万 地理位置借在美国跟亚洲之间 对于澳洲跟中国来说是可能的军事集结地 以及潜在防御设施地点 传统上该地区经常接受澳洲的金援 不过近几年中国也透过大笔投资基础建设 大力挖角澳洲的墙头 而两国在这个区域也持续角力 最了解中国至今为止 已经向索罗门渠道巴牛以及万纳度 赠送27万剂疫苗 不过贡献显然远不及 已经提供将近60万剂 并且承诺再加码1500万剂疫苗的澳洲 专家指出尽管万纳度跟 杜索罗门群岛的高官们 公开施打中国疫苗 但是北京在太平洋岛国的疫苗贡献 却鲜少为人知道 代表北京在太平洋岛国的疫苗 外交攻势似乎受到阻碍 中国去年对澳洲实行经济胁迫 造成中澳关系恶化 而根据统计去年中国对澳洲投资总金额为 25亿美金 同年比降幅高达26.8% 也创下2007年以来的新低 更有75%的中国投资人表示 正是因为政治因素导致他们不愿意投资 不过铁矿业依旧稳居中国对澳洲投资宝座冠军 而币值更值逼将近40% 综合媒体报导 安侯建业跟水利大学联名出了一份 名为解密中国在澳洲投资的报告 内容涵盖投资、减并、收购、合资以及农业项目 但是不包含股票、债券以及私人住宅购买 结果显示2020年来自中国的投资总金额为25亿 比2019年的34亿下降27% 交易数量从2019年的42笔 大幅下降到2020年的20笔 同比下降大概50% 而若以个别产业来观察 中国对澳洲投资方面 采矿业依旧稳居冠军 是2020年获得中国投资最大的行业 占中国对澳洲投资总金额的37.6% 其次是商业房地产占据36.1% 服务占据21% 而中国再生能源科技、石油跟天然气 或是基础设施方面没有投资 该报告指出 75%的受访中国高官表示 2020年的政治环境 使得中国企业对于在澳洲投资更加谨慎 而这个比例在2018年的时候为59% 在2017年为70% 安侯建业的亚洲跟国际市场负责任佛格森认为 就投资建议跟交易数量来说 现在处于2007年以来的最低点 而且情况每年都在恶化之中 而这似乎是一个看不到镜头的趋势